大家好,咒术悔战261情报来了 故事开始是胡藏,决定粉碎苏诺的心脏作为开端 当苏诺永昌流云展开之时 他看到五条屋站着,拿你自信的怀疑自己 心想,难道真的是他吗? 但随即打消这个念头,说道,不可能 苏诺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拳将胡藏击飞 然后向前走一步说道 小瞧你的,我没想到,也能做到这种地步 遗古忧太 苏诺把五条屋叫成了遗古忧太 遗古使用倦锁的术室,附身在五条屋的身体里 接着来到陕内回忆 遗古决定让李香吞噬倦锁并复制他的术室 这将使遗古能够切换身体,珍惜反对这个计划 但称说他有个条件 他们将在所有人都被消灭 且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使用这个计划 瑞西亚布说 我们能不能直接从五条屋的身体上复制五下线吗? 孝子说,没有六眼就不能使用五下线 瑞西亚布接着说,那就复制六眼 孝子回答,六眼是他身体一部分 不是术室,所以不能复制 珍惜问他,由于遗古只能使用复制术室五分钟 那之后会怎么样? 遗古回答说,他不知道 明明解释了遗古复制键所术室的优缺点 有可能在切换身体之后 遗古会失去自己的术室 并且永远困在五条屋的身体里 遗古说他知道这是最后的手段 所以首先,他会肠是用自己的领域与术罗战斗 如果他无法获胜 他就会接受使用五条屋的身体 瑞西亚布说,这是个好计划 但就是不太人道 遗古说,什么叫人道? 我们即将对抗历史上最强的咒术师 如果我们难靠抛弃冷心来赢得胜利 我们根本不应该为这件事争论 遗古问大家 是否害怕变成某种怪物来对抗苏室罗 真心斥责遗古说 大家只是担心他而已 遗古说,那五条屋老师呢? 他不重要吗? 我们不是一直把变成怪物的 所有中单都推到五条屋老师身上吗? 如果五条屋老师不在了 还有谁会成为怪物? 如果没有人打算成为怪物 那我来 场景切换 遗古告诉五条屋 如果他死了 自己会接管他的身体 五条屋说他没问题 他表示自己没有输的打算 也不在乎自己的遗体会怎样 遗古和五条屋谈论 遗古究竟是腾元家的后代 还是剑元家的后代 五条屋说 遗古可能是在比他更好的环境下出神的 所以五条屋说 如果遗古不能利用这个优势 那他就太逊了 五条屋说 先从你那糟糕的周历开始吧 我一直告诉你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五条屋请他的学生们离开 因为他不希望他们看到血腥的一面 特别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否正确 五条屋说 如果我输给了宿罗 而所有在房间里的老家伙都不在了 那么乐言是爷爷将会掌管周术总部 如果那样的话 就不会再有涉古事变后那样的混乱了 五条屋再一次让他的学生们回去 但他们拒绝了他 爷爷爷告诉五条屋 不要尝试一个人变成怪物 五条屋说 那是我做不到的事 在那一刻 我被落在了后面 我必须追上他 场景切换到 刚经理解释他的数字 他可以增强自己内部的糖分 并以某种方式输出他 小子让刚经理加入医疗小组 由新权星提供资源 让他使用自己的数字 为他们的大脑提供一些糖分 场景再次切换 如以素挪的一击 遗古被劈成两半 被集中到预料病房 星天使用数字来防止遗古的伤口恶化 但可能已经太迟 遗古说他还有意识 多亏了理想 但他开始接近了极限了 小子告诉遗古 他已经缝合了五条屋的尸体 所以一旦遗古换过去 他必须将反转数字启动到最大来完成身体 回到现在的素挪之战 素挪和遗古 两人都开启了他们的领域展开 旁白说五条屋之前 已经展示破解素挪领域展开的方法 上街以素挪使用 扶摩翼竹子 和遗古使用五条屋的 无量工作来结束 这一话 真的又颠覆了我的想法了 我到现在还在思考 真的假的 所以是说五条屋真的不回来了 而是遗古充当五条屋的身份的 你们对于这一话 有什么看法 等完整版出了 我再做个详细解说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